为了改善竹北王板竹科车流的拥塞状况 新竹县政府近年来致力推广智慧交通运输 其中金国桥改善成效卓越 因此县政府持续推动了竹北交流道周边智慧交通管理控制系统建制计划 渴望让交流道附近跟光明六路东一段一带 通勤时间减少10%以上 我们的目标希望明年上路之后能够减少 10%的一个整个旅行时间 这个案子最大的效益是因为我们目前 竹北市往返竹科园区都会透过高速公路来进入园区来上下班 这样的一个运作行为呢 其实还要协调了我们除了信竹县之外 还要透过园区高速公路还有新竹市政府共同来协商 这样透过我们红绿灯以及我们的路口的一个监控设备 包括我们的ETC还有录影设备等等这些来做一个耗制的动态调整 让大家能够上班以及下班的时候回来往返的时候的时间能够有效的缩短 这个的成功经验在我们晋国桥这三年来实施下来 有效减少了20%到30%的旅行时间相对应该可以应用到这里有效的来疏解大家的一个交通问题 竹北交流道周边智慧交通管理控制系统建制计划 总经费是2863万元 范围涵盖了交流道周边县证二路 庄境南北路以及光明六路等容易塞车的路段 并且跟金国桥狼带智慧交控计划范围衔接 未来就能够及时监控这三大路径的车流状况 提供用路人参考也分散交通压力 我们这一次2863万里面预计这种路段 会是在集中在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正在开发区 包括大圆柏AI园区 还有我们知道例行性庸舍的县证二路光明六路 这样的一个路段特别是上下高速公路出北交流道的部分 那这个路段的设备我们会透过了 包括我们在路口增设的所谓的摄影机 还有整个一个车流侦测设备 像e-take能够来侦测它整个车流量的部分 那透过我们路口红绿灯的动态调整 透过车流量以及我们大概塞车的状况之后 来调整所有红绿灯开放的时间 透过这样一个即时性的动态调整 我们能够有效的来缩短大家一个交通用舍的现象 新竹县的焦虑处表示 目前竹北交流道南北杂道路口 以及光明六路县正二路口 平日上午尖峰 主要是由远景式车流状况手动操控耗制 未来透过路测设备侦测车流量 就能够减轻远景的负担 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